我想陪着你日复一日 给你成熟的健康 我长大了 谁还没看过张欣诚和童谣的双向救赎姐弟恋啊 VN之火里 本歌把周洛对南亚的爱而不得演的太好了 剧中周洛对南亚肉体的爱语 被张欣诚完美的诠释 然而戏外为了拍这段戏 张欣诚的衣服直接被导演给扒了 着实把我们本歌给震惊到了 同样和张欣诚这对中戏师姐弟也是意外的适配 考古了一下才发现 两人早在21年的时候 就合作过一个杂志爱情短片 所以这次在《危暗之火》的剧组里 他俩也没什么陌生感 张欣诚不仅在剧中喊童谣小师姐 西外也延续了这个昵称 直播时还被童谣逗着让他喊小师姐 也是难得见到本歌害羞的样子 或许这就是姐姐的魅力吧 在张欣诚沉浸在决策情绪里出不来的时候 童谣会拍拍他的手臂安慰他 还夸他的哭戏发挥 张欣诚跟童谣在一起 直接从喜洋洋变成了大金毛 关键是真没想到 原来张欣诚这么不惊斗啊 跟童谣的吻戏听到一半被导演叫停 脸都快红透了 结合导演扒衣服的黑历史 合理怀疑 导演就喜欢看本歌手足无措的样子 不过虽然张欣诚对师姐和导演的打趣招架不住 但说到网友对他 无论看什么都很欲的评价 那多少还是有点自信感 被主持夸完后的小嘚瑟劲立马上来了 张欣诚好像无论看什么东西 眼神都很欲 是吗 这怎么做到的呢 我不是偷偷地在家里面对着镜子 去训练一下自己的眼神啊表情啊 这次张欣诚揭拍《危暗之火》 是因为验尽了之前自己比较刻板的表演方式 希望可以尝试不同的突破 在这部剧中他也把周洛那种少年人对上位者爱慕的酸涩感表现得很好 同样在评价张欣诚的时候 完全可以用赞不绝口来形容 因为剧中需要主演们付出大量的复杂情绪 所以两人拍完戏后 经常会出现还现在故事里出不来的情况 每到这个时候张欣诚和童谣就会出现在对方身边 安慰彼此的心情 不得不说 这对中气势姐弟磨合的真的很好 当观众还投入在电视剧里的精彩时 我已经要被张欣诚和童谣的剧圈笑死了 咱们就是说谁家新剧直播唱鬼畜歌曲啊 张欣诚甚至为了唱大香蕉 还专门把衣服拉起来 靠似香蕉形象 如果忽略他的超绝偷感 还真得夸他一句态度认真啊 有时候张欣诚的外向程度确实会让我震惊 当其他人还稍微有点拘束放不开的时候 他已经跟着音乐把自己扭起来了 别说我们本歌跳舞有模有样的哈 玩起海底捞甩面也是熟练的如同电力小哥 甚至让他用童谣送的糖丝盆拍照时 也是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一脸认真的穿着鞋 把脚伸进盆里靠似泡脚 本歌粉丝真不像说认识他 所以别看张欣诚长着一张学霸脸 但其实人家的搞笑天赋也是一绝 张欣诚在法国街头被男的抛媚眼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喜滋滋的在镜条前跟大家分析啊 法国人好乐观 认不认识的人都靠抛媚眼打招呼 不是本歌啊 我看你太乐观了吧 都是拍过光渊的人了 要不然咱们再仔细想想呢 我认识很乐观 就是街头上不管碰到谁 然后认识不认识都可以抛个面 就是刚刚过来那个那个一个男的 我们没事我们就对面就一个 有时候感觉也不是张欣诚故意搞笑 而是奇葩的事情都来找他 坐个飞机都能被安排在有裂缝的窗户旁边 为了自身安全想换个座位 还被空姐用塑料英语给拒绝了 有一次我拒绝不在 然后我坐飞机 那那个窗户 还有呢 他裂了 问那个空姐 说我这玻璃坏了 我说我能够死坐 然后人家说 Don't worry If you die We all gonna die 最近张欣诚跟景天合作的 《待我醒来》时也在拍摄中 光是看路透就氛围感拉满 犯罪心理学教授和女刑警的设定 看起来获成张欣诚的又一例座 这次本歌的装造也是精英感十足 新剧一整个期待住了